菲律賓海防隊成立123週年慶祝活動 日前在馬尼拉的總部舉行 海防隊指揮官表示 在資源有限仍需面對諸多挑戰的情況下 海防隊仍然能有效履行職責 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及主權權利與管轄權 總統小馬可是在活動上 為過去一年表現優異的海防人員及單位頒發獎杯 同時讚揚海防隊在西菲律賓海挑戰之下的良好表現 他強調菲律賓政府意識到 海防隊面對的挑戰愈來愈複雜 承諾執政當局將支持海防隊升級船艦飛機 強化海上疆域意識以加強執行任務的能力 菲律賓與中國的南海爭端 今年8月到9月間急速升高 會避免軍事衝突 非方多以海防隊作為對抗的前線單位 中國則以海警執法應對 中央設計的菱形艦馬尼拉報導 有效法跟周避相關事義 日濟大型特定水所 有效法跟周遇